我叫罗永正 来自广西 今年36岁 我曾经有过一段 长达13年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对这段经历非常懊悔 今天我鼓图勇气来到这里 是希望通过一段特殊的表演 来完成我的梦想 这个梦想对我很重要 希望能够成功 欢迎你 谢谢 在这里我想请主持人 帮我请两个观众上来 跟我勿动一下好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不先请出 我们这一季的冠名商 香飘飘 另外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 我们再请像库六网的 这位媒体的朋友 来 有请 好 欢迎你 请帮我把这个红布拿开 需要把这个撤下 哦 明白 可能演脱桃树对吧 现在下面呢 我还想请主持人 再来帮我一个忙 好吗 我不会脱桃树 不用这么多门灌我 说实话 我现在有点忐忑 你到底会对我做什么 做什么 肯定是你想不到的 我先看看 有多少把锁啊 这里有几把锁 一 二 三 四 五 这道门五把锁 那个波红老师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 你记得早点救我啊 我肯定是第一时间 出现在你的面前 就救得到救不到 另外会死 第二道门 留下等几分钟时间 这是第三道门了对吧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现在我打开这个面 手套腿子 接下来 这个气球一直在 我一 哇 这六门撬死我们了 来啊 终于真 快点 你快点 接下来 小心點 對 對 把他拿下來好不好 快一點啊 快一點 裡面的宮殿很大 很大 幫我把那個門開一下 快一點 看到門 後面有那個門 後面那個門 把這個打開的 把他推過去 好嗎 還有幾把鎖 最後一下門 快一點 你快一點 氣球已經要爆了 快一點 還有最後一把鎖 是不是快一點 龍泳正 讓我打開 我打開 我打開 快点 龙永俊 我求你了 你快点 快点 拜托你 快点 兄弟 你这个节目是怎么想出来的 很惊险 你为什么开锁会那么的敏捷 你是干嘛的 开锁匠吗 原来是开锁匠 不是开锁匠 我是个小偷 小偷 你是小品还是什么 是小偷 专门偷东西的 开锁偷东西的 我说你说这个话 这算是表演 是真的在说真实 这是我真实的故事 多长时间 你在从事这样一个并不光彩的事情 做了13年 现在你在做什么 现在我是六甲锁厂的技术顾问 同时呢 现在也是故宫安防改造工程的技术员 能不能先告诉我们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通过中国梦想秀这个舞台寻找宣传防盗知识的途径和正确的方法 文永正请你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谢谢 你好 博先生 谢谢博博老师 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毁暗的历史 说声我就是那个人 我觉得你已经是人物了 想到现在已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 我的心里面一直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纠结 就是每一次听到警车响的时候 或者是理着平头的又警察形象的人 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 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很担惊害怕的感觉 这种感觉的话呢 是没有做过小偷的人永远不能体会的 我之所以能够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因为我后来看到了我们犯校的罪孽以后 自己呢良心受到了非常深入的谴责 长期做噩梦 所以呢就想做一些事情进行弥补 我曾经祈求过法律的延传 如何祈求 在法庭对我进行宣判的时候 我想法官对我中谈 你曾经有过很卑鄙的过去 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可以否定你现在超凡脱俗的勇气 我这里想讲的是呢 我之所以去溜门撬锁 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就像刚才一样 大家都轻易看到 现在的锁太不安全了 刚才这些锁都是一般的挂锁 传统的挂锁 不是防到门上面的锁 就是你对密码锁你都有可以破掉 我最厉害的是防到门锁 全中国现在市面上的防到门锁 我都可以保证在20秒钟之内 20秒之内打开 正因为了学会了这一门技术 别人认为的绝技 让我费了13年的青春 告诉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 你的心得 比方说 我们说一说这个赵老师好吗 赵老师也是防到当中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会馆上的监控 而且大家都知道 赵老师是一个古董收藏者 而且他收藏的古董 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的 我们有一个小会所非常小 我们几个人把它用作 大家私人的一个会客场所 那个东西小偷进去 我真的不怕 我可以开门一偷 为什么呢 因为里头很多那个木器 就比如那个长条岸2米8的吧 四个小伙子 大家不懂 他一个人进去也没用 罗先生 我冒昧地问一下 是不是赵老师的会所 曾经是你踩点的对象 没有 因为我在06年都已经 去到监狱了 如果说从室外 进到赵老师家里面去盗贴 真的很难 那怎么办 就像今天要偷的发的 就非常简单 我听得非常仔细 我听得非常 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现在的信心吧 我完全 我理解你的信心 你能不能继续 因为他家里面用的锁 是A级锁 而且没有任何的防盗性能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A级锁 那么是A级锁吧 你进去过吗 我真的天哪 那个赵老师 他家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 安装监控摄像头 这个人是很一般 他装的那个位置太高了 很多人都看 我能装得高了 我说终于你感冒我 继续 他里面还有看住的这个人 所以你去造成 那根本就不现实 那个你估计这些人还要去吗 如果说是高级小偷的话呢 他要去 而且他还要利用你的那几个人 把东西搬出来 我 你那不是 我这受不了 我是不是 那不你那个 我休息一下 我休息 他说我里面那几个人 要把我里面的东西搬接 那你现在赶回去来不起来 因为呢 他装了这个监控里面有人 正确的话呢 是很难的一件事 所以他会通过一种 合法的途径进入 比如说 赵老师现在在我们这里做节目 今天有一个快递公司 寄了一个很大的包裹 就像刚才比那个箱子 还大的一个包裹 但小一点 能够装进一个人 所以仿造的支持非常非常多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会 一个人要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还有我的两位朋友 稍等 伯伯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刑警 廖警官和御警 彭警官 你们怎么评下罗先生的 这个罗永正在我们宣传 这个防盗技艺这方面 给予警方很多支持 他属于一个 我们做防盗宣传的热心人 谢谢 我们警方和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平安的家园 谢谢 谢谢老师 很有意义 我觉得不算有意义 我想防盗是全民的事情 对吧 大家不分家不分地医 我们搞一本 你罗永正防盗宣传 谢谢伯伯老师 稍等 来 这边什么情况 我是希望他能把他的防盗知识 以视频的形式具象化 我们会集中地去做推广 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如何去防盗 谢谢 谢谢 是这样的 伯伯老师 因为我自己有一本DM杂志 那个册子可以随着我的杂志 一直投放下去 谢谢 谢谢 我还有一个身份 我想说一下 我是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 对 我想 我想向我的母校建议 去当我们的老师 去教警察如何去抓小偷 可以吗 对 对 对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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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恭喜恶政 高票通过 谢谢 谢谢 谁啊 第一次过一个曾经小偷 喝采 这就是风响的力量 这位特殊的追梦人 罗永正 再见 谢谢 谢谢 提醒大家要增强防盗意识 保护财产安全 同时也告诫了一些 侮辱歧途的不法分子 只要迷途之凡 毁阔自新 同样可以被社会接纳 开始全新的人生 非常感谢波波老师 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对我的支持 更确切地说 是对一个曾经犯过错误 对社会伤害那么大的一个人 的一个支持 一个认可 同时还提供那么多的帮助 我非常谢谢大家